youtubehook日前带着团队到日本进行员工旅游 除了私人花费以外 其他费用全由他一手包办 相弄大手笔 此外他还比照去年的尾牙 横砸将近台币20万到当地的精品店 替每一位员工选购包包 他事前还向伙伴套话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每个人都喜欢的礼物 hook表示2022年真的是工作很多了一年 小帮手们都辛苦了 因此想借此慰绕一下团队 不过自从去年桃花送礼后 大家今年都特别有防备性 所以他直接带大家到日本 让大家以为没有尾牙礼物 殊不知他直接在日本买精品 跟销售金额高到要去卖肾 没想到还是被员工提早试破 影片曝光 大批网友纷纷留言直呼羡慕 大三户可真的是好大方的老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